我去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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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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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天气呢 很闷冬很闷冬啊 乌云密布我跟你讲 天黑黑的 一大早就下大雨了 可是呢,今天的任务呢就是 买菜 家里没菜了 所以说,我来这家买菜 这家店呢 是在 Jalan Kinara那一间 所以,要买菜呢 可以来这一间,我感觉 这间店卖的菜呢,非常多 然后,我们的 每一天需要吃的那些菜呢 每天有吃到的菜呢 都有 莲藕啊,broccoli啊 香菜啊,葱啊 有的玩啦 对我来讲,而且价钱呢 便宜 一句话,现在什么都要便宜 今天呢 来买的菜,我们买的菜呢 不多,刚刚好吃 就可以了 嗯 炸菜和这个 呃,矮豆 叫什么不知道 这两个咯,我老公喜欢吃的 和,这一个就是那个 番薯叶 嗯,现在的菜啊 虽然讲说便宜 可是还是上家,起家了的 我手上拿的这些菜呢 可以吃六天 想不相信 嗯 ok,好,买好菜了 给完钱了,现在我们就去买猪肉 也是在这个 Tama Kinara 这边的 猪肉呢,哪里都有卖 可是我感觉到这一档的猪肉呢 蛮新鲜 而且呢,可以自己选自己夹的 我要买猪肉的方法呢 我就先选我要的那个猪肉 过后呢,就先给它秤一秤 过后呢,就先给它秤一秤 然后呢,就先给它秤一秤 然后呢,听到猪肉 买猪肉 猪肉 猪肉 24.3 好,猪肉在哪 猪肉在哪 ok,如果价钱ok了 就 叫它写单哦 然后这边呢,还有猪头 猪脚,猪肠,猪肠,猪内脏 什么都有 老公讲呢,买了花肉 买多一点那个 什么啊,瘦肉吧 瘦肉拿来炒东西比较划算 现在的花肉啊,一公斤 34块,蛮贵下的哦 好,猪肉买了 这两包猪肉呢 我们吃到很省很省的 可以吃上6天 其实啊,我们两个人吃的分量呢 不是很多 少少吧了 好,走完了,肚子有点饿 就打算去这个 买烧包 没有了 没有了 还有,卖完了,没有得吃 下一次啦,下一次我再介绍大家 ok,今天的video就拍到这里啦 刚才要去买一点秀包 但它结果卖完了 来得太迟了 12点多,现在一点了 所以,谁要来这 这一家买的话呢,提早 早上会比较好 12点过后呢,就已经 没有了的,看运气 如果有,就是还有咯,运气好咯 今天运气不好咯,因为又是假期咯 没办法啦,好,今天 就到这边了,只是分享 一个location,假如 买菜,买猪肉在哪里 比较ok,比较划算 比较便宜啦,不是很便宜 可是,比其他地方便宜 我就来介绍这一些啦 好吧,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一个share 一个subscribe咯,下一集 要带大家去哪里,还是有什么 好的介绍呢,下一集 再见咯,bye